27号的上午一早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驾驶 疲劳驾驶开到睡着了 在台九县雅尼厂的凤凰林段车道 闯入了北上车道 撞到了拖曳车 而面包车的驾驶自己还会跟拖曳车驾驶说 他太累了睡着了 才会发生意外 幸好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送医救治之后已无大碍 至于车祸的原因 这是由警方调查当中 27号的一早 开着这一台白色面包车的司机 南下行进台九县雅尼厂凤凰林段 疑似疲劳驾驶 开到睡着而不自知 连轮带车闯入北上车道 迎面撞上拖曳车 驾驶卡在车内动弹不得 相反人员到场之后 赶紧一破坏器材 将卡在车内的驾驶救出 然后我们过去一条线 就发现一个强行车跟那个大卡车 发生一个插状 那那个驾驶人员 双脚卡在驾驶座 那我们就利用破坏器材 将换车在九点 九点多左右 把那个换车 那个脱困 然后将换车送完 脱衣车油箱背心爆 汽油流泻整个屋面 还好冲撞当时并没有发生爆炸意外 你先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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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过去 你先过去 太累了 我不知道你在台北 他都知道 你怎么开到睡早了 这样啊 而驾车车内的面包车司机也因安全气囊爆开 并未受到重创 意识清醒的跟脱衣车驾驶表示 他太累了 睡着了 而至于车祸的原因 目前也由警销进行调查 记者林杰 秀林湘采访报道 声 疫 Mand 声 ero 声